你再比如说侯伯林讲到那儿 说贼摸到桌上 有把茶壶就拿起来了 拿起来又给料递下来 那大伙听完也纳闷了 这怎么拿完又不要呢 这个时候 郭启儒在旁边来 怎么不要这个 侯伯林说了 没办了 你看 这句话正好就卡在观众 这个心里好奇的这一点上 帮着大伙把这问题提出来了 等于说呀 郭启儒在旁边这捧跟 就成了观众的代言人了 所以大伙看捧跟的作用 是画龙点睛 绝对是不可或缺 我躺着看上去 我瞧着他 一会把门拨开了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进来了 进来他就摸 摸摸在桌上有把茶壶 拿起来了 又给搁下了 怎么不要这个 没半了 破茶壶 卖不出钱来了 他往桌底下摸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啊 在缸里搁着呢 是啊 我想这坏了吧 他就摸这缸 往缸里摸 摸着这米了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对了在缸里搁着呢 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是 那谁啊站着那会儿了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怎么拿 谁是有办法啊 他想了半天 是 他把他棉袍脱下来了 扑着地下了 我明白这意思了 什么意思啊 他是想把米啊 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都走 我说这怎么办呢 他把棉袍空那会儿转缸去了 我再看他一伸手啊 怎么样 就把他棉袍给滴了起来了 搁我身上 我瞧着他 一会儿把钢转出来了 把米了就往地下倒 到那了 钢搁到旁边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这摸 摸什么呢 摸他那棉袄呢 摸了半天没有啊 他站那直发愣 贼一纳闷他出事了 出事了 他这么一额啊 我女人醒了 叫我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有伤有贼了 睡觉的 没贼 没贼 我说没贼 贼大茬了 他说什么 不能 没贼我棉袄呢 出来 正是侯宝林郭启如两个人 这个一唱一和呀 才把这一个小毛贼刻画的是活灵活泄 本应该被人恨的是牙痒痒的这么一个贼 在这里头也变得是非常可笑 感觉傻了傻气的 但是大伙想 如果说没有了郭启如在这穿针引线 启程转合 那这段相声还能达到这种幽默的效果吗 所以说咱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的 三分斗七分捧 要想干得好 搭档很重要 捧根 别看话少 但是没一句废话 都是得起到关键作用 而且呢 斗肯演员的台词啊 捧根演员必须要烂熟于心 这样才能拖得住 斗肯演员哪句话说错了 或者跑偏了 捧根演员呢 还得往回拽 捧根演员就起到的是掌舵的作用 郭启如先生曾经说过 他甭管什么活 许我不使 不许我不会 由此可见 捧根演员呢 更好